为了降低地铁穿行对居民带来的噪音 陆路交通管理局未来兴建新地铁线时 会同步安装隔音屏解决噪音问题 来看记者陈思璇的报道 本地常见的隔音屏主要分为两种 在直轨旁安装的是纸板型隔音屏 在噪音更为严重的铁道分岔处 则采用半开造型设计 为了减低更多的噪音 我们不光把那个减音板照到一定的高度 像一个半屋顶一样的设计 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加有效地 挡住了那个分岔处的 火车轨道分岔处的噪音 陆路交通管理局将在明年第三季 展开第三阶段隔音屏安装工程 沿着地铁东西和南北线16个地点 安装总长5.5公里的隔音屏 基础建设统筹部长兼交通部长许文苑 上午到红帽桥五刀视察隔音屏的效果时表示 往后在新建新地铁线时 会将噪音问题一并纳入考量 新隔音屏工程预料2023年完工 居住在巴西里站到井湾岸站 以及越廊东站到卡迪站的居民将受贿 噪音可减低5到10分贝 而当所有三个阶段的工程完成后 我国全岛61个地点将设有总长27公里的隔音屏 越南北线